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姓李 叫李化 这个人是一个商骨之家 家里面特别的有钱 是站着房子 躺着地 老两口呢 五十多岁了 家里面呢 没有儿子 只有一个姑娘 这姑娘叫做小慧 长得是如花似玉 特别漂亮 性格还特别的好 整个这个院子里面 每天是欢声笑语的 因为家里没有儿子啊 只有这么一个姑娘 所以对她也是十分的疼爱 可是这天不随人怨 也不知道到底生了什么病 十四岁的时候 突然就不行了 一口气没上来 就死了 白发人送黑发人 况且老两口已经五十多岁了 老两口熬了很长时间 才从悲痛中走出来 这一合计说 这万贯家财 不能够没有人继承呢 说说要不再要一个孩子 这老太太吓得够呛 就说你算是别折腾我了 我都五十多岁了是吧 人生七十古来西 我这都已经算老年了 你啊你再去纳一方妾 他给你生吧 我这你再过折腾死了 于是啊 这李老汉又纳了一方年轻的妾室 这个妾呢 肚子挺真气的 刚刚回来一年 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 这老来得子 更是全家都沉浸在欢喜当中 儿子出生了以后 全家更是把他奉为掌上明珠 是捧在手里怕摔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于是干脆就索印给他取个名字 叫猪儿 一个男孩子叫猪儿 我们总是听到农村有一句古话 叫贱名好养活 看他取这么一个珠光宝气的名字 肯定是吧 那不好养活的嘛 猪儿长到五六岁的时候 也是生的一表人才的样子 可是就是有先天性的缺陷 都五六岁了 还是五谷不分 也不会叫人 就是说话还是结结巴巴的 身性呢 就有一些呆傻 这李老汉也不在意 反而因为他有这么一些 先天性的问题啊 更加的宠爱他 话说这一年 镇上面就来了一个 化缘的一个瞎和尚 听人说这个和尚 叫能够未卜先知 知道你家中一些 特别隐晦的一些事 一些闺房中事 他全部都能够知道 而且啊 还能够驱邪避凶 人们呢也都纷纷的传 说他是个神仙 这和尚自己啊 还扬言能够给人 生死祸福 他每一次化缘的时候啊 不管找别人要多少钱 就没有人 叫忤逆他的意思 都给 刚好这一天呢 在街上 他们俩就相遇了 就跟李化就遇着了 那呢就找李化化缘 李化呀 本身也就不太相信 这些东西 但是又想啊 是吧 与人为善总是好的 于是他就拿了这么 十罐钱出来 就给了和尚 这和尚看了一眼 就说 他们打发要饭的 打发习惯了 是不是 不要 这李化觉得好像 确实十罐钱 有点太少了 于是呢 又拿了三十罐钱出来 给和尚 这和尚就说 这对吧 我们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这边的 有名的大财主 你知道这形势 怎么这么的吝啬 就你这样 你还财主呢 你那些钱 是不是都是 扣门扣出来的呀 少了一百罐钱呢 我是一分不要 这李化 听他这么一说 也不太高兴 说你爱要不要 把钱一拿 转身就走 这和尚是恼羞成怒 就在后面说 行行行 你等着啊 你不要后悔 你不要后悔 不一会儿 李化就到家里面了 刚刚往家里面一坐 猪儿啊 就突然心脚痛就开始了 他就赶紧过去查看 这猪儿在床上 疼的是手拽脚蹬的 眼看呢 就要不行了 他赶紧就拿了八十罐钱 又跑到市集上 去求这个瞎和尚 到了市集里面 找到了这个瞎和尚 把钱一掏出来 就求和尚救命 这和尚一看 他拿的这八十罐钱 还是不够一百罐 就觉得是吧 你挑战我的权威 就说哟 你这是吧 能拿那么多钱出来 也是挺为难你的 但是啊 我就是一个瞎和尚 是吧 这事我办不了啊 就拒绝了李化 李化就泱泱的 拿着钱就回家呗 刚刚一到家 这儿子就厌弃了 这又是一场突如其来的 丧子之痛 这五六年的时间啊 就经历了两次丧子之痛 他这一下子就受不了了 这他也不确定 到底是不是这个和尚 闹的一些事 但是呢 就想找这个和尚出气 于是呢 就跑到官府里面 有钱嘛 还有他办不了的事嘛 官府嘛 老话怎么说的 叫衙门门口朝南开 有礼没钱 莫进来 他本来就是这个地方的 有钱人 找到县太爷 把这个事给县太爷一说 县太爷呢 就派人 把这个和尚给抓了回来 本来就想先出出气嘛 于是呢 就先叫人过来 先打了这通和尚一顿 就跟锤骨那样 这原文里面写的 就跟锤骨一样打他 打完了以后 就说那收身吧 就从这个和尚身上 刚好就收出来 这么五面旗帜 分别对应了什么 五行嘛 然后还有一口小棺材 有一些纸啊 乱七八糟 就是这些 做法术的一些东西 这人正物正俱在 在过去啊 你行这种巫补之事 是吧 行这种眼术 你不管是在皇宫里 还是在民间 那这个东西抓到了以后 就不给你谈任何条件 直接打死 于是啊 这仙太爷就叫来了 冰丁 把这个和尚是 当庭的乱棍打死 李化 拜谢了仙太爷以后 就往家走 到了家以后 坐在床上 就跟妻子聊这个事 突然啊 有一个小孩 就冲到房间里面来了 跑过来了以后 就说 阿伯 你怎么走那么快 我在后面 一直追你 都没有追上 李化就定睛 看了一下 发现这个小男孩 大概七八岁的模样 刚准备想问他一点什么 这小孩就往床上爬 李化的吓了一跳 赶紧就用手 把他往下一推 小男孩是重重的摔在地上 可是摔在地上 一点声音也没有 又是跟雾一样 隐隐约约的 飘飘乎乎的 又往床上来爬 一边爬一边说 阿伯你要干嘛呀 老两口也是吓得不轻 嗷嗷嗷嗓子 就往外跑 老太太呢 跑到自己的房间里面去了 这李老汉呢 就跑到了 小妾的那个房间里面 一进去以后 把门插销啊 全部都插上 然后上锁 一回头发现那小孩 正站在自己的身后 尿都吓出来了 声音呢 都带着哭腔 就说你要干嘛呀 小男孩就说 阿伯啊 你别怕 我呀 姓詹 是苏州人 自幼啊 父母双亡 我的哥哥跟嫂子呢 不太待见我 就把我赶到外婆家里面去住 有一天我在外婆 那个村子上面玩的时候啊 遇见这么一个和尚 这个和尚 用眼术 把我魅惑到 一个桑树旁边 在那里把我杀害了 你听说过 重庆的红衣男孩事件 没有 对 就跟那个一样 他呢 还把我的魂魄 给奴役起来 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然后让我的魂魄 去为他做一些 见不得人的一些事情 我啊 也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幸好遇见了你 你是帮我出了这口气 还把这个和尚给弄死了 我现在呢 也算是解脱了 我知道 您的儿子已经死了 我自愿当您的儿子 你看可不可以 这李化一听就说 这吧 这人鬼殊途 是吧 阴阳两界 你怎么当我儿子呢 我们怎么能够 在一起共同生活呢 小孩又说 不用特别麻烦 你只要给我一间小房间 里面有床 有被褥 早晚一晚冷粥就可以了 李化原本还想说点什么 但是一想 这个小孩 也着实的可怜 自己呢 刚好也没有儿子嘛 这么大的年纪了 这个时候都已经快六十了 让他再生一个儿子 或者再生一个小孩 等他这小孩在懂事 那又哪一年去了 所以心想 那就先同意了吧 于是啊 这个小孩 至此就在他家住了下来 每一天啊 早早的起来了以后 就挨个房间去跑 去请安 小嘴啊 也是特别的甜 家里面人啊 也都特别喜欢他 一会儿就住了这么七天 这一天这小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 就听见院子里面有人在哭 出去了一看才发现 原来是那个小妾 猪儿不是死了吗 今天刚好第七天 然后这个小妾就是他的生母 所以呢 哭得特别伤心 他过去了后就开始问李化 就说猪儿死了多久了 李化呢就说七天了 他就算了下 就说这两天啊 天气比较寒冷 应该是没有什么大碍的 如果他的尸体没有大碍 我能够有办法借尸还魂 我借他的尸体活过来 李化一听啊 也是特别的高兴 赶紧就带着这小孩 到了猪儿的坟墓 叫来人把坟墓刨开 尸体挖出来以后 发现果然还没有腐烂 尸体是完好无损 面目栩栩如生 刚刚要转过头 跟小孩问他下一步 怎么办的时候 发现小孩不见呢 又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 就说先叫人 把猪儿的尸体抬回房间吧 抬回房间往床上一放 猪儿眼睛就睁开了 眼睛能够动了 众人也是很高兴 过了一会儿 他就吵着说渴要喝水 众人赶紧就开始 给他准备水 喝完水又躺了一会儿 他就能够下地了 是能走能跳能蹦的 家人特别的高兴 说话呢 也不像他生前那样结巴了 表现的是非常的聪明伶俐 大家也都知道 是那个小孩 附到他身上借尸还魂了 一直到了晚上 猪儿躺在床上突然又是一动不动 你怎么去扒他 怎么去喊他 嗨他都没有用 面如死灰 就像死了一样 众人又是吓了一跳 纷纷地就在床边围坐着 守着他 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等到天约莫快亮的时候 猪儿突然一下醒了过来 众人赶紧就上去 就问到底怎么回事 这个小孩才说 我原本被那个虾和尚奴役着吗 那虾和尚不光奴役了我一个 还有一个小孩 那一天我说我追你追不上 你还记得吗 那一天呢 就是我跟另外一个小孩 叫哥儿 我们俩正在告别 如今哥儿也算是解脱了呀 他在地府里面认了蒋园外 为干爹 他现在给蒋园外当义子 过得也是特别不错 所以呢 他过来邀请我到地府去玩一圈 所以我就刚刚去玩了一圈 早上的时候 他才把我给送回来 李母一听到 说他到地府玩了一圈 马上就追问道 就说 你看到我们家猪儿了没有 这小孩就说猪儿早就已经投胎转世了 他跟阿伯是没有父子之缘的 他不过是替金陵的盐子方 过来讨那个百事调欠款罢了 金陵就是南京 这件事情啊 所有人都不知道 只有李化他自己知道 原来啊 当初李化到南京去做生意的时候 没有钱 欠了这盐子方 这么百事调钱 后来这盐子方突然就死了 这件事情啊 是没有任何人知道 只有他自己知道 听完了以后啊 心里面很是震惊 李母马上又追问说 就是那孩子 你有没有看到你的慧姐姐呀 这小孩呢 说没有 下次我在过去的时候 我帮你打听打听 又过了这么两三天的时间 这小孩找到李母 就说慧姐姐啊 在阴间现在过得特别的好 他嫁给了楚城王的小公子 当妻子 如今啊 现在是猪翠满头 去哪都有百事人的遗仗队伍 特别的气派 李母就说那 他日子现在过这么好 他为什么不回娘家看一看呢 小孩又说 这人死以后啊 跟父母就没有什么关系了 除非有人在他旁边 仔仔细细的 让他记起这件事情 否则他是想不起来的 昨天我已经拖了蒋园外 就是另外一个小孩 他的干爹嘛 经蒋园外的介绍啊 我终于算是见到了慧姐姐 他邀请我坐在他的珊瑚床上面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就说 你们老两口怎么想他 但是慧姐姐好像表现的 就是想不起来的一个样子 后来我又跟他讲 我说你当年啊 特别喜欢刺绣 特别的喜欢绣病地连 你还记不得有一次 你当时绣的时候 真把你手指头扎破了 血呢就留在了林子上面 你呢就用那个血 当时把那一块绣成了 红色的云霞 你还记不记得 直到今天啊 母亲还是把他挂在床头的墙上 时时呢 都能看见你绣的这个林子 只要一看见他 母亲就能够想起你 突然慧儿一下子就想起来了 神色特别黯然的 就说明天 我就去跟我相公说 我要回家探望老母亲 他给黎母说完了后 黎母马上就追问 就说那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小孩又说 那我也不知道 你等两天看吧 又这么过了两天 这小孩突然跑进来 就说姐姐要回来了 你们赶紧收拾收拾 准备准备 跟他一起回来的仆人啊 特别的多 你们多准备一些酒菜 说完了以后 转身又到堂屋 搬了一个凳子 放在堂屋的正中间 对着空气就开始说 姐姐你这一路辛苦了 你先坐 不要太伤心 可是周围的人 却什么都看不见 这个小孩呢 又把周围的人 带着到门口 去烧纸 祭酒 他一看众人 看不见姐姐啊 于是他就充当翻译 他就说啊 刚刚来送姐姐的遗仗 已经走了 现在呢 姐姐在家里面 姐姐让我问你们 就是他以前最喜欢盖的 那个绿色的被子 还在不在 那个被子说被竹花 还烫了一个 绿豆大的一个洞 李母马上就说 还在还在 于是赶紧就回到房间 去找那个被子 他又继续说的 说姐姐这一路回来 太辛苦了 他啊 让你们把这个被子 放到他以前的闺房里面去 他想睡一会儿 一切啊 等他睡醒了以后再说 于是啊 众人也就散去了 他们旁边有一家邻居 姓赵 赵家这个姑娘 跟惠尔生前啊 是闺蜜 两个好姐妹 这天晚上 这个赵家的女儿啊 做梦 就梦见惠尔 披着一个紫色的披肩 头上呢 带个丝巾 就过来找他 英容笑貌 和他生前完全是一样 就说 我啊 现在已经死了 想要和父母再见面啊 不亚于山河相逢 我想借你的身体 跟我家人去聊聊天 你不要害怕 我就借一借 马上就还给你 于是第二天 这个赵女醒来了以后 正在跟母亲说话 突然一头就栽在地上 等她再醒过来的时候啊 就说 婶婶 我和你不见 才几年时间 你怎么 已经是两病斑白了 这赵女 她妈吓了一跳 就说 这孩子 你是不是疯了 你怎么了 女儿呢 也不搭理她 起身拜别她以后 就要往外走 这赵老太太啊 就知道里面 肯定有所缘故 于是就悄悄地 跟着女儿 一直跟到了李家 女儿到了李家以后 马上就跪在 李母的面前 抱着李母 就开始大哭 李母也是惊慌失措的 赶紧就把她给搀扶起来 就问她是怎么回事 赵女就说 昨日回来 我特别的劳累 没能顾上 和母亲说点什么 女儿不孝 我这半路舍弃了 你们二老 让你们日夜思念 我怎么才能 赎这个罪啊 李母一听这个话 马上就知道 事情的原委了 抱着她 也开始痛哭起来 两人就这么 一边哭 一边说着话 那场面 真的是 闻者伤心 见者流泪 哭完了以后 就说 你如今啊 也是荣华富贵了 你丈夫怎么能够让你过来呢 女儿就说 我跟相公感情特别好 公婆呢 待我也挺好 所以我跟他们说了这个事情以后 他们就允许我回来看看你们 两人 你一句 我一句的 就开始寒暄起来了 这小货生前啊 有那么一个动作 就喜欢用手拖着塞 就是说话的时候 拖着塞 赵女呢 在跟李母说话的时候 不自觉的 就拖起了塞 动作和神情 完全酷似小货 两人正在寒暄的时候啊 小孩突然跑了进来 说接姐姐的遗仗 回来了 姐姐啊 你要走了 小货这才依依不舍 跪在地上对母亲 说了一句 母亲保重 就没有动静了 赵女呢 又昏了过去 等赵女再醒过来的时候 发现已经不是小货了 又这么过了几个月 李化突然生了一场重病 病情是日益加剧 是寻医问药 都没有用 眼看就要不行了 小孩过来就说 这或早或晚 就不行了 有两个鬼啊 一直坐在阿伯的床头 一个手拿铁杖 一个手拿麻绳 我是日夜哀求这两个鬼 可是这两个鬼就是不走 李母啊 就开始哭着 给李化准备寿医 到了黄昏的时候 突然这个小孩跑进来 说闲杂人等 和所有的女人全部回避 姐夫过来看阿伯了 过了一会儿 这小孩就拍着手 高高兴兴的 蹦蹦跳跳的就出来了 李母就赶紧问她 怎么回事 这小孩就说 那两个鬼啊 之前坐在阿伯的床头 我是怎么样哀求他们 他们都不走 说什么 现在地府管得严 是吧 之前上一集节目当中 我们讲那个耿十八 对吧 那个耿十八就是 从地府越狱跑了呀 所以现在地府 严家管辖 以前呢 都还是派一个车过去 接人 现在都是 两个黑白无常 过来拿人 我怎么哀求他们都不走 但是我一说 姐夫来了以后 他们一听我 姐夫的大名 吓得也是不行 赶紧就钻到床底下 瑟瑟发抖 我们这里啊 插一句 楚城王可很牛逼的 在地府算是 二把手的人物 他的小公子是吧 那也不是你们这些 小鬼能够惹的 这小孩说着 又对空中 寒暄了一阵 最后并向姐姐问好 对空中 说完了以后 转身又跟林母说 阿伯马上就没事了 刚刚姐夫走的时候 把那两个鬼 套在马的脖子上面 那个皮带上面 把他给带走了 阿伯没事了 姐夫还说回去 求一求他的父王 说给阿伯跟林 祈求百年的受限 一家人更是高高兴兴 欢天喜地 到了夜里 李化的病啊 果然就好了 又调养了几天啊 就没事了 李化的病好了以后啊 就请了一个老师 回来教这个小孩读书 这小孩呢 也是冰雪聪明 18岁的时候啊 就考中了秀才 经常呢 还能够说一些阴间的事 比如说有人家里面闹鬼啊 或者说有什么一些 离奇的一些病呢 这个小孩就能说 是鬼在哪个地方 哪个地方害人 通常这么去做了以后啊 这人果然就好了 再后来啊 这个小孩突然 得了一场重病 眼看就要不行了 家人就围坐在他床前 他自己却说啊 没事 就是因为自己 泄露了太多的天机 这神鬼啊 就以示惩罚 不会让他死的 只是让他这么重病一场 从此以后 这个小孩是再也不说阴间的事了 以上呢 就是这个故事的全部 我们开个脑洞啊 我脑子里面 经常会想一些有的没的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有时候我在想 那些植物人啊 会不会就是灵魂 跑到哪去玩去了 或者在地府 他不愿意回来了 然后这个人啊 就变成了植物人 又或者是 我们在影视剧里面 看到的有一些人 失忆了啊 对吧 因为经历了一个车祸啊 什么事情啊 其实失忆了 有没有可能就是一个 借尸还魂 对吧 他是别人的一个灵魂 进了他的肉体里面 最后他活了过来 然后呢 他肯定不记得 这个人发生的事嘛 他只记得 他以前发生的事嘛 于是呢 他又不好说 对吧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还有一些多重人格的一些书啊 以前经常喜欢看这方面的一些电影 比如说什么致命ID啊 搏击俱乐部啊 24比例啊 那时候我就在想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拿24比例来说 有没有可能就是 有24个这种灵魂 进了他一个区体里面 你看24比例 完全就无法解释嘛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格 都掌握一个独特的技能 对吧 有的人会说法语 有人会说拉丁语 对吧 这些东西也完全没有人教他 这有没有可能就是 别的灵魂 进到他的躯体里面 或者说 几个灵魂 共用一个躯壳 医学可能有一些 医学的一些解释吧 但是呢 我是反的不太相信 就是弗洛伊德 事梦啊 包括一些医学 对一些精神分裂 这些方面的一些 说法吧 我是不太认同的 我是相信 可能真的是有 那么一个世界的 有一些若干的灵魂 共用于一个躯壳 这样的一些故事 这样相信有一个好处啊 就是你对死亡 你不会再恐惧了 因为你不会觉得 死亡就是结束 甚至死亡 只是开始 好了 这是我们开了一个脑洞啊 这古往言之 古听之 不用当真 我是老李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